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少从正面看到脚的全部姿态 那么我们必须从一侧看到带有透视的脚步状态 那这样的关系我们如何来处理 首先像手一样我们要先了解脚步是由哪几个基本构造组成 脚面 脚趾 足弓 以及脚跟 脚踝 连接到腿部 这是我们了解脚步的基本的构造 那我们来看它们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脚趾和手指相比 它的关节较少 处理脚趾时我们也可以进行分组处理 大脚趾 作为独立的 一个部分 那么其余四个脚趾 可以同意处理 可以同意处理 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脚步 如同手部一样 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 二维形状 它是一个具有厚度 长度 宽度的三维形态 什么 bueno 那么 这里有点 感谢观看 我们处理脚趾关系时 可以将脚趾当作一个 肠方体进行处理 这样有助于我们辨识到其变化的特点和规律 脚踝的位置 仍然在练习之初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脚趾 帮助我们提高对脚步形态的认识 仍然不建议大家对于脚趾甲的刻画 换一个角度看 脚踝的位置 脚跟 脚掌 脚弓 脚面 脚趾 如同画人体结构一样 被挡住的部分 我们也仍然先将它画全 脚趾 这就是足部的基本形态 这就是足部的基本形态 再次强调 如同画手部一样 先确定足部的基本结构 脚掌 脚掌 脚趾 脚踝 脚踝 脚跟 了解了解了它们基本结构 在进行 连接 那么就得出我们所需的脚步的形态 我们看一个 穿着鞋子的脚步形态 首先 首先也是 我们先来确定 基本的 结构 脚面 脚趾 脚跟 脚踝 脚踝 连接到腿部 那么我们再顺次将它们刻画 丰富 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当我们画鞋子的时候 应当了解鞋与脚之间的关系 鞋子 在脚步外侧 将脚步 包裹 起到保护作用 因此 当我们刻画鞋子的时候 应该 处理鞋与脚步的包裹关系 得到最终形态 那么这层包裹关系 主要体现在 线条之间的 连接 叠压 以及 香蕉 大家可以尝试 脚步和鞋子的画法 这一讲就到这里